大家好,歡迎收看網絡熱話 全港學校下星期二起,逐步恢復年受課堂 小學書先在4月19日起,分階段復課 中學同日子院就會於5月3日起,分階段復課 復課之後,學生需要每日進行快速試 有港媽日前就在網上討論區 以每日測試才可以上學為題法文 說自己的子女已經接種了三劑的新冠疫苗 但仍然要做快測,覺得很不滿 又說快測劑還要自費,少數怕長計 如果有兩三名小朋友的家庭 每月至少要多花幾百元,令家庭開支突然大增 鐵文一出,不少家長都加入討論 有不少人對於措施就不滿 有人表示,又要去搶檢測包,肯定會加價 最慘,我們這些資助都沒有的家庭 雖然現在是便宜了,但現買到的都十元支 我兩個中學生每日二十 一個星期就一百,一個月就四百,都不是華米錢 現在,而有家長更加擔心這項措施會令到疫情下的基層家庭脈上加根 網民指,這層家庭有多小朋友的,天天做快測開支很大 雖然政府說會向有需要的學生發放一千萬套快測包 包括拿全額、半額、書簿津貼和中環學生 但有家長就覺得做法不公平,說就算幾排都應該一時同人 派給所有學生,低收入家庭反而有很多機構送給他們 不過也有網友認為,快測包的開支不是最大問題 而是擔心胃太小的小朋友,每日做快測會很困難 尤其幼稚園生對撩鼻比較抗拒 他們說,撩傷都限幾個字,朝朝想起都頭痛 鼻膜薄的小朋友真的很容易撩到流鼻血地說 每日要做快測對家庭來說的確有點困難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過,在復課之後的幾個星期 會再有檢測、檢視相關措施 希望到時有所改善吧 穩助拍賣史上最貴手袋地位的愛馬士 喜馬拉雅利諾鱷魚手袋 備受成宗名人富豪所喜愛和追捧 包括富商劉聯紅的老婆根比、女星關芝林 台灣女星吳佩慈等等 他們更加有時會在社交媒體曬出喜馬拉雅 Burken手袋 吳佩慈更加曾經用這款包包做母嬰袋 不過名貴又極具身份象徵的喜馬拉雅手袋 近日慘遭網民嫌棄 網民批明各手袋款式不好看又不環保 更加表示由養鱷魚到整成一個手袋 過程也挺恐怖和殘忍 他們表示其實普通皮的愛馬士手袋已經很好看 為何用鱷魚皮做手袋呢? 又有網民說見到很恐怖 好像見到鱷魚的肚子一樣 這樣跟揹著一隻鱷魚出街沒有分別 其實不只網民 之前也有不少環保組織對愛馬士採用動物皮革表示反對 大家又怎樣看呢? 之前大家可能都有見過一位淘寶大媽生model 以15秒擺出30款Pose的影片在網上瘋傳 引起不少網民的關注 而近日又有網民發現他竟然出現在國際品牌 Alexander Wang的IG上面 同樣以他最擅長的擺Pose技巧 幫品牌賣廣告 但網民的反應就兩極了 有人覺得好老套更加懷疑品牌賬號被盜用 短短15秒的影片 在Alexander Wang的IG上面 就掀起了大家的意義 條片裏面的淘寶大媽生model 在15秒內擺出30款Pose 當然不少他最經典的拋走手袋動作 和他的定格笑容 廣告一出馬上掀起一輪結話 有網民留言就說了 好老套什麼事? 不說還要為淘寶貨 是不是賬號被盜用? 但也有人表示 什麼熱門就玩什麼 真是好絕 成功製造話題 原來這位model是位90後 只有29歲 並不是大媽的年紀 而且還是一名外貌端好的女生 在微博上都有不少的粉絲 他曾經表示 做了大媽服model 是個突圍而出的機會 由於中年服市場的model競爭較低 所以要搶佔先機 而他第一次拍攝的中年服裝 其中一款在一個月內賣了9萬件 令他隨後成為中老服裝市場的當紅model 而今次的廣告 雖然網友的看法好壞參半 但已經成功引起了網絡話題 更加開始多了人留意 Alexander Wang這個品牌 有打工仔在Facebook分享奇聞 說新同事帶了電池爐煮烏冬做午餐 說這樣省錢一點 令他覺得很驚訝 他問是新同事癡線還是我見識少呢? 而很多網民都直言他見識太少 留言 你說你同事在一個位置炒乾炒牛河 我就認自己見識少 又疫情又經濟差 除了帶美一點影響到些什麼? 那網民就認為 這樣做既省錢又健康 更齊齊分享公司見聞 網民提到如果公司容許的話 就的確沒問題 而且都很常見 跟著還分享見聞 說煲湯債魚薯條都有 聽過有人放過多士焗爐在桌底 講講一下公事突然聽到叮一聲 五米生活圈我都見過 五米內有多士爐、焗爐、咖啡機、電飯煲、雪櫃、電池爐 公司不是做飲食是做維修 有留言分享公司煮食的風氣之下 自己都帶了電子煲 就說人人桌底都有個小米缸可以煮飯 有時晚餐還會一起買米 飲食方面會有煎牛扒、火鍋、洋蔥湯、玉骨茶、煮菜、雜蛋、蒸蟹等等都有 但也有網民提醒 是公司煮食要設計不要霸佔太多公司的雪櫃空間 以及避免觸發煙霧感應器 一到午餐時間 辦公室一定很熱鬧了 變身廚房和飯堂 其實疫情之下只要不影響他人 又是安全的情況下 相信很多公司都應該會給 有些還很鼓勵 在大廈外場安裝冷氣而不搭棚 完全是玩命的行為 有網民就上載照片 相中顯示有一名男子 在上水公屋外場自行安裝分體式冷氣 但他不單止沒有帶安全帶或者搭棚架 還只是用一隻腳踩著窗框邊緣 另一隻腳就靠著浪三甲借力相當牙煙 樓主表示已經向勞工處舉報 不少網民看完之後都指有關行為非常危險 紛紛表示真的不會死 大叔對房署的物料很有信心 看到都腳軟 不帶安全帶做東西都不是踩掛衣架 為省幾百元沒有了條命 真的值得嗎 真的不要拼搏 生命好寶貴 不要存有僥倖的心態 一失足就成千古恨 海鮮味道鮮甜 無論用來煲湯或用其他方法去烹調 都是不少香港人的意外 但如果配合不適當的材料 就不單止會浪費食材 更分分鐘會影響健康 近日有男網民就在社交群組出post 問到底用海水還是淡水煲湯 才可以煲出鮮味 結果就慘遭網民恥笑 說事主缺乏常識 事主在社交群組發文 聲稱自己是第一次煲魚湯 問到用海水煲還是用淡水煲湯 才可以煲出鮮味 有時主的鐵紋一出 就馬上引來不少網民的嘲笑 其中有人就說海水含嚴量過高 煲湯飲用會危害健康 他表示用海水煲之前 可能要買定個醫院床位洗腎 也有人形容事主想法和提問 都是缺乏常識 趙指 難道沙灘游泳的時候 多喝點水就是正宗的海鮮水嗎 他又指 令他明白到知識的重要性 其實有不小心 游泳的時候 喝了海水的朋友都知道 海水是很鹹 不可能飲用 而太鹹也會影響身體健康 這位網民真的要多補充常識 今天的網絡要說到這裡 沙灘游泳 諷請 jump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